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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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都可以做這個超慢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叫做 超慢跑 抓住節奏喔 我們現在這樣呢 下載一個節拍器 我們跟著這個節拍器啊 就可以比較輕鬆的 很有規律的執行 我們的超慢跑 一、二、三、四、二、三 膝蓋放軟喔 那這個超慢跑呢 它是由日本的慢跑專家 來提倡的這個 對對對 超慢跑 那它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你猜猜看 你知道它的性疾病 沒有辦法做大量激烈的運動的人嗎 也對 首先呢它適合年紀比較大的 像老人啊 或者像我的一種 比較肥胖的人 持久力和肌耐力沒那麼高的人 適合來做這個超慢跑 因為呢它不是高強度的運動 我們做高強度運動的時候啊 身上會有主酸堆積嘛 會不舒服嘛 所以就沒辦法持久 那我們做這個超慢跑呢 因為它的強度呢不高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 持續的 不停的動作 達到我們的運動效果 那它最大的好處呢就是可以 隨時隨地 搶跑就可以跑 現在換一個位置 好 像我們今天在移動到樓梯間 我們一樣隨時隨地可以來做一個超慢跑的運動 那我怕考慮上去說 它時間是便宜的降 例如說你在那邊跑10分鐘喔 那你在樓梯就在跑10分鐘 你今天就跑了20分鐘喔 我們把乳酸堆積的水平 拉到樓梯 我們就可以長時間的去動作 嗯 像我們現在呢還可以再換了 我以為我們現在呢 又移動到了一個新的地 那我們隨時隨地呢都可以做這個超慢跑 那我們上身呢要怎麼擺動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輕鬆一點 可以放下來 那如果我們腰酸呢要移動一下 重點是你要跟著這個節拍 180的節拍 心率呢就會向上提升了 會達到懶吐的效果 然後呢你在跑的時候啊 我們膝蓋要呈現微彎的姿勢 然後呢腳尖先落地 腳跟再慢慢的落下 不要用腳跟落地 跟著這個節拍 這個根據啊 有人用超慢跑去進行實驗 你生活呢 飲食啊 作息啊 一模一樣 那你持續這個超慢跑 一段時間呢 你的體重會下降喔 加油 跑起來